就好禮哦 就好禮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在也不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南台湾的故乡市 是一个有152万人的现代渡市 说去环保 现在全世界都很重视的事情 到底那男子的黄桃阿嬷 也不落仁后 她做环保多年了 每一天出门都是坐公车 是主座真族七美环保之缸喔 是主座真族七美环保之缸喔 那男子身不拉着 那男子无用 我都比较早 那我们就比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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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做车 他要全天坐我去 那我说不必了喔 好 夜中 那 那而假咬 哪 esa old coisa 哪有啊 这生居家不太方便了 逃逃去着釣都不想ung 一堂啊 就这样呢 都 那我去做 gegenüber 那男生ographer 就說,這樣好,你如果要去做,你就去做 晚上做到太累了,我說,不會啦,我會接,我會開來做 還要對那個橋樓,完全幹了 現在吃了,還到前頭,就跟王家仙,還蠻蠻蠻蠻蠻 我的高雄在旁邊 我的老闆、老闆生去,過三、四年我就老了 他們大閒,他們就不會過來高雄 他們就過來高雄,就趕快趕快來 謝謝 好,謝謝 好,再見,謝謝 發達你都來 除非有事情沒有來,沒有,發達你都來 有啊,大家我也都不認識,在這裡十多年 我最久的,在這裡最最久 好,我太常見了,這個小魚 是幾年,我會再煮幾年 哦,我會再煮幾年 噢,這麼高 大家高早 好 我們就看到它的螺絲就會撲一撲起來 它這個都有螺絲槍 就要做得好就比較慢 如果要做的判就很簡單 如果螺絲撲不起來 就有時候就說一說 如果大漢 它就要出道北方 它就不需要出道這個 我們在過十萬年前 那時候是人的時代 要賺一撲銀是真不簡單 那時候在做工 人家在做撲銀 一撲銀才多少呢 五、六撲銀 像這個就想救了一撲銀 一撲銀就做一、兩撲銀才有撲銀 那這個螺絲就沒撲到清潔 撲不清潔也不可以 對 阿嬤,這去特命的 你會享受嗎 不會享受的啦 我們這個阿嬤在玩 阿咖叔玩那個孫 玩那個孫 他平常 notre家庭 還可以夠歐銀 在柚昌環保站 從早上就流流滾滾 這個環保站已經經營了十幾年 每一個指甲都很專業 用心又再用心在整理混沌 提高主園回收的品質 只要用彈條的剃圖名 本來只能當作分手 不過經過黃桃阿嬤的手 就變成一種還有一種主園 可以重心再利用 阿嬤很有地位 她說跟別人沒什麼東西找到回來 就穿孫在找到學生的樣子 這就是每一天的工作 親的人很孤怒 所以小孩來要求媽媽會聽小孩 就要買給她 投資他們高的人 那些鞋都很認同 他來環保站 持續環保站做工作 阿嬤很獨立的 他都自己來 自己賺 你看看你怎麼看他 八十九歲沒成了 所以說 身體...身體如果沒有十年 做到健康 就快樂這樣 身體就很好 看到上人很高興 謝謝 他問我看我今年幾歲 我告訴過八十八歲 他說八十八歲又不用按你可以 一天 然後... 那兩天一天 然後走到那裡走 然後我們就... 他們有緣 這裡會... 他們會做會 我是感覺... 到這裡做... 感覺很快樂 媽媽在家裡也是一天 來這裡也是一天 來這裡做人客 空氣才會減少 如果沒有做... 空氣就越燉越多 來這裡... 手在燈燈 比較不會說太陽 太陽的腳踏如果不燈燈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你在狂化田中的田中國崽 環保理念也在這裡默默推動 在社區裡面 住要14年的馬國前伯伯 一開始 只是想要為了社區的經濟 所以到三天出兵 淑琳師姐整理會修 想不到做下去之後 社區門口一邊還要放棄 近年變成一專屬的環保點 每一天都要來算幾次再用的喔 應該是民國89或90年吧 為了度我家師兄 化個好用 我們來辦一場愛沙茶會 呼籲我們鄰居把環保拿來我們旁邊放 馬夜市均能出生 所以他個性很嚴謹啦 因為我一天只能整理一次 或是早上或是下午晚上回來的時候才有辦法 他就看了一堆 然後他就看不下去了 他就動手幫忙 幫忙就變成現在都是他在做了 我幾乎沒有辦法插手 因為他整理的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像他這樣子 也是因為環保然後他就把我當女兒 他都會跟我講說 你看你的花都快哭死了 他就會都幫我弄 然後他還會跟我講說 我都幫你加好了 我在這個這樣子 因為我看這個容器沒人做 因為他太忙了 所以我一個老人家嘛 沒有事情呆著 沒有事情做嘛 就來幫他做一做嘛 對不對 在旁邊你可以運動身體啊 對不對 整一點比較好看一點 如果擺這個亂七八糟也不好看 所以我就下就行來整 這個袋子啊 這個袋子啊 我整好以後 就是一個一個給他 給他排在外邊 排在外邊以後啊 這些東西你看這樣裝的話啊 忘記它裝 裝你再就壓下去 壓下去以後 你看這個 這個都不會破掉 再一個你搬的時候也比較好搬 你看 你看 這個是那個電風扇的那個 那個外面的東西啊 呵 在外面吧 在我在整那個什麼那個雨傘啊 雨傘就 在帶那個壓下來 給他摘 帶一個防不下雨 這個防不下雨 這個防不下雨 呵呵 這面就是好像那廢紙的 這個紙箱子啊 我就裝在這裡 我裝到這裡背後啊 這個這個東西給他摘下雨 下來以後下雨 或淋到 這有時候他做工很忙啊 有時候我沒有事情嘛 我就來幫他教一教 我家在大陸的東北嘛 東北基隆省 我的爸爸還不去世 就去世 就是我母親走路我知道 十一那時候十一歲了 一九五零年 以後那時候就是韓戰爆發 以後我就報名去當兵場 十六歲那就當兵場 還不錯啊 到韓國去打仗沒有打死 還來到台灣 啊 你看這 嗯 五十七年結婚 六十五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 他媽媽不 離家出走 最小的女兒 五歲 那時候我在 在台西開車 沒辦法 自己在上海 有時候晚上 坐在門口 找爸爸 有時候人家就幫他看一看 他說別哭別哭 那爸爸媽媽就回來了 吃飯呢 就是我煮好以後 涼了以後 擺冰箱裡頭 他們會夜 會夜夜來吃 這樣啊 就拿過來了 因為那時候 小孩傻傻 所以他走了 我也沒有意向 當然是很辛苦啦 我也會想說 如果是我爸爸 他做事情滿那個 人家說 然後做一做 他會很開心 因為他覺得 那個上人很好 他都是誇張的 那自從我中風了 他為我這個事情 他瘦了很多 但是我唯一的兒子 已經 好像是一個廢人了 一些師兄師姐來關心我 回家去那個 做支援運送 可以認識很多師兄師姐 就聊天了 這個小兒媒環播店 因為媽伯伯的用心為何 沒有帶動社區裡面 75號的居民到來參與 連小朋友就知道 煮完可以回收 而且在蘇林師姐用心宣導 大家會先把餅子洗乾淨 年後分類分好 這一次我的環保店 變成整個社區 要讓大家的清淨源頭 好嗎 對 因為那天上人 他看過很多點 其實上人可能要的就是說 要像馬椰這樣子 親淨在源頭 所以他看到馬椰這樣子 他很高興 他就稱讚馬椰說 他真的好用心這樣子 太好了 太好了 這樣法師 是我敬佩的師父 哪裡有災難 哪裡就有刺激人 去幫 伸出援手 去幫助他們 真是了不起 我能做環保 實在很高興 祝師父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 我不會吃 看到馬伯伯 把每一支餅子都洗乾淨 黃桃阿嬤連鐵頭麵 都上世界分類 其實親淨在源頭 一點點就沒困難了 我們也做得到 跟養過的餅子 那些是火燒的東西 洗澡乾淨 再拿去環保站 這樣 這天就可以精神 把它整理好 而且也不會有糙米 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把環保的品質提高 接下來 我們要帶大家 來看一個不一樣的環保站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現在就繼續看下去 高雄鳳栓的秀候環保站 已經成立三年了 當初 因為塑膠底的修容 越來越多 只好專門成立一個站 來做分類 幾天每一天再回來的塑膠底 踹起來就餐巡山 雖然看起來都一樣 不過 這些幾天都很專業 按照不同的材質 可以分成十幾項 不然這樣 連標籤 運算 跟年照 都要加開 他們說 只要最小分類 回收的價錢 就可以提高幾百倍了 社交代沒有人要回收 那藏人的理念就是說 環保就是為了愛地球 那這些人家不要的 但是對環境破壞很大的 而且 資源回收回來 就是說 可以減少環境破壞 那別人不要的 我們當然就要承擔下來 那我們就來做 像這種PP的就是 延展性比較不好了 比較脆 服飾店 我們去買衣服的時候 服飾店它會裝一個這個 那這個其實都很乾淨 這個賣給廠商 他們直接 把它融掉以後就可以搓成那個塑膠粒 它就可以再做那個塑膠原料使用 那叫什麼 PE白 PE就是比較軟 你看我在摸它它沒生意 像PP就會脆脆的 這個的價錢最好 那這些就是PE 那這些就是PE 雜色的 這個主要就是我們家庭用的那個皮帶 這種PVC 這個最堵 這個燒下去那個煙最臭 這個很堵喔 好 我們粉料品質比較好 他們購買的意願就比較高 他們也歡喜 我們也做得歡喜這樣子 沒有用的啊 沒有用的就要加起來 這個啦 這個PE喔 有啦 這個呢 PP PP跟PE 那些媽媽 那些人是什麼嗎 那些人我不太說 那些人不說 那些人不說 我不說 甚至有一旁發生的 書いて大人很重 很愛看它 看它說話 我會聽話說話 看它很好聽 我會聽 vaccination 我拿回來 我不想拿書 要放我的東西 下鍋來煮 我就說 如果沒有鹹 下鍋來煮 做久了來就知道了 一開始二年就開始了 開始二年 我們現在也是忙著 我們在這裡小時候 幫我們勤勤 像在比較多人 你如果跟他說批批 批 批 牠會疼 你如果說脆脆是軟軟的 牠會疼 有啊 我現在 如果要在市場 如果要在市場的話 我就在市場 再讓人家坐下來 這很本事 以前這裡只有一間房子 這裡都差不多補月沒有的 沒有人在騎 後來就用這樣很好吃 讓這家附近的人 大家可以來煮這個福田來做 也很好 每一個市場地 都是為了生活中的方便 製作出來的鑑骨 上去環保站的時候 所變成嘴巴馬桑的無路燕分手 環保這天 每一天 跟塑膠地道裡 也嚇壞到 要怎麼頂笑萬物 聽笑之外 在環保站裡面 有這個設計在塑膠地的 林立華世界 雖然看起來很散 但是每一天 都會在整個車 摸摸的塑膠地回來了 它也是在做的當中 在到很大的體驗 那個是老闆娘 對 她也很熱心 她幫我撿 還有她的老公 就是老闆跟老闆娘都一起在撿 這個是梨的那個 萊芽二折 這是她的天室 她的一粒一粒 就都收起來了 既然知道就要去 不然這都整個垃圾藏魚了 既然說這個 廚底的就有在營了 我這樣最好 上人那一天 第一次來洗浮站 上人最愛的是環保菩薩 所以我看到上人的感覺 我是很高興 本來不認識啊 就是有看到外面有袋子 我就進來問她 她說直接有在收這個袋子 那可不可以讓我收 她說好 進貨的時候就會很多 對啊 廠商都會裝衣服的 然後袋子丟掉也丟掉 所以就可以回收 妳差不多也有一年多了 應該有 OK啊 OK 很支持 對 我有看上人的鏡絲影 以前喔 雖然腳工得會 以前師姐有 邀我要去那個金色 可是我都 不跟她說我迷空 如果早一點 踏入慈激的話 我會覺得我會給我媽 更 更多的安危 以前我是一個恰伯伯 媽媽講的話 我都 我有我自己的意見 現在想起來 真的很不孝 讓她最不放心的 應該是說 我一個人 這些他們都有家庭 因為做慈激 會替人家想 會轉一個信念 如果能重來的話 我下輩子 我還是會給我媽做 做女兒 我會當她 聽話的女兒 不會自己的意見那麼多 不管是已經八十八歲的皇陶阿嬤 還是一個人跟社區會收都包下來也要買 她才是天后人心 還在出發的立法世界 她都落實了上人說的 清淨在源頭 因為清淨在源頭 不然是悠性的環保 又包括心靈的親近 只要把每一個人 這份心顧好 過欽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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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來付出信仙 天下 祖廉的萬利災難了 草根菩提 很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見 來 妳給妳看 來 妳給妳看